看中李扬是什么 不光是说李扬的人脉名人 还有李扬这种能力 开大会把大伙人叫了一通奖 接受了 其实李扬神圣本身就极具这种煽动性 很可能双方这种结合就在这上找到一个突破口 从这点来看 我们看李扬在某种程度上 起码他具备做一个职业上线组团的这种能力 所以我可以想见 李扬这方面特质 有可能是安利看中他的一个层面 现在安利对外说 李扬就是个销售代表 我们的一个销售商没有别的什么特权 也无非在暗示自己下边的这些销售员 你看李扬来了也从头做起 那讲了李扬做做做大的 你看看李扬能做大 对你们是个鼓舞 所以我说李扬加盟安利 这其实是个各取所需 双方都在寻找自己能在对方上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同时尽可能把加盟这事的宣传效应做大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李扬这个博文也罢 安利的对外答复也罢 都有着浓厚的 小做意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